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继12月26号彭博社发表文章 揭露中共八元老家族的致富之路 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网络之后 27号彭博社再次发文 批评中共太子党构建了当今中国的一种错误的资本主义 文章说过去30多年 中共在使6亿多人口脱离贫困的同时 也构建了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会 文章指出 中共前党魁邓小平和他的亲信们 也就是所谓的八元老 为了维护自身在党内的重要地位 有意让自己的家族成员掌握发展经济开发的重权 结果正如彭博社报道的 这一集权将庞大的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彭博社曝光了八名中共元老的百余名后代 如何聚连巨额财富后 不仅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 也引发了大陆网民的热烈议论 有人表示被报道的内容震昏了 如果不是这篇详尽的报道 中国人死也不会知道中国到底是谁的中国 还有人表示 第一次看到如此庞大的利益集团真面目 有一种说不出的无力感 13亿普通中国人真的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吗 除了彭博社曝光的中共太子党敛财外 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26号也披露 分析家使用胡润报告的数据 确定了中国1024个最富有的人当中的160个人 在中共党代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当中拥有席位 他们的身家加起来一共有2210亿美元 报道说中共的全国人大可能可以夸口说 他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议会拥有的富豪都多 在3000个全国人大代表当中 75名成员出现在胡润富豪榜上最富有的1024人当中 这75人平均身家超过了10亿美元 为金融机构提供全球政府官员数据的道琼斯关注列表 则确定胡润富豪榜上的150人按照国际标准属于政界人物 全球反喜前联盟呼吁国际银行审查设计这些个人 以及他们的家族和密切伙伴的交易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事今晚